2月23日,西安高新开发区高科花园107栋,四名枪案主犯入世凶杀,犯下了新的罪行。 现场勘查,我们发现了几个反常现象,第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受害者的手机,还有精英手势和存折,案犯都没有拿走,全部留在了现场,这个按常规,一般这个屠材害命,至少要把这个精英手势拿走,这争存案犯叫黄的气氛。 第二个反常点呢,就是说,死者的汽车钥匙丢在了这个二楼和三楼之间,这个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这个死者生前没有机会能出到这个室外,所以说这个钥匙应该是案犯丢到这个楼道的,但是呢,案犯为什么拿了车钥匙,之后却又不开车,又把这个丢掉。 这个第三个反常之处啊,就是案犯为啥把手枪,自制的手枪丢在了现场,如果这个遇到了紧急情况,案犯着急逃跑,还说得过去。 但是案犯呢,明显走得比较从容,这个案犯去过卫生间,清洗过血迹,同时呢,在现场我们还发现案犯抽过烟,我们在卫生间,这个发现,这个有烟灰,而且提取有一枚这个烟头,这个牌子是个金刺猴的这个烟头。 这个根据郭朝这个家属谈啊,这个说这个郭朝从来不抽这个金刺猴烟,另外的话就是案犯走的时候,把这个木门和防盗门都关好了,所以没有这个匆忙逃跑的这个迹象。 应该这个看起来,这准备给这个国朝假定有啥关心,他惊起的这儿看着,他出入看着多可能啥自如,他心中有点瘦。 还比较老脸啊。 对,我比较老脸啊。 担打王位,不及后果,练续几次这个杀人捉了,对,而且抓案里后意思是很从容。 这有可能是俗人,有俗人的话他有可能叫门就能进去。如果生人的话,他委嘴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方法,反正门所没有破坏,这一点明确。 母厨 我考虑咱们休闲想要高请出 南返究竟是这么样进到达安门里面去的 这个问题已经请出了 我们把这个达安门的所有的住户都进行了走放 其中二楼的一个住户匠 早上8点40分 他出去卖餐 刚一出达安门迎面碰见两个人 一搞一地 他还没有问照谁 这两个人都进来了 把件事实 墙上都就是这件种发生的 准确的时间应该在10点10分到10点25分 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对郭超的尸体检验情况 就是这个尸体现象 尸斑呀 这个角膜情况呀 就反映出来 而且我们对这个尸温的测量 也推断出这个郭超的死亡 死亡时间 刚好是应该在10点10分到10点25分之间 如果说这两个人是安门的话 那么他们在楼道里面最少待了一个半小时 待这么长时间 应该还有人看见这两个人 的确还有人看见这两个人 还不是一个人看见 情况下 调查的情况下 又两个男一女 看见这两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伤板 瞎楼 一有个人死回来 瞎叶宝回来 上楼 他们看见这两个人的死 和这两个人都打了个照面 这两个人 他们提供说 这两个人 喘折 像是装修工 告装修的 所以他就没有问 现在的人呀 都不爱观现实 与自己没有关系 都是莫不关心 这一案的案犯 有一个很大的特件 就是胆子特别大 转案前 根本不害怕别人看见 王家 你哪个最丑 在地门熬了几个晚上 先不再都不舍 而且飞进了行驶 再弄一回事情 就敢想一回 你都好 在哪里你不拿 倒去的肥肉 让你给扔 你看 都把钱都拿上了 去去去 过招收拾的鞋子 为啥不满 他媳妇脖子上的 报纸香料 为啥不拿 他还真是鱼子 鞋子香料值几个钱 大哥 我都送到不动 在为啥没活 弄的时候 不弄我扯 一步后车也转卖 起码几十万 是的 这你就不动 车里蒙摩腰太大 又找念 对不对 处处更麻烦 弄不好就得翻吧 不像我接香料之类的 笑东西 你啥不干啥的 这真子 我照着描画了我香料 这没送给成品 黄姐 我跟你说 你发女人都不惯 但是最多跟她飞几脚 玩了踢裤子揍人 你送啥东西 众子可以给她 先是不能给她 大哥 你不知道 人家妞娃对兄弟太好了 这回兄弟可是真是喜欢成品 再也把我挂了 国潮的进货 你也敢送 他都也敢待 这不是新的大广告 人家都知道 这事情是恶闹的 啥子是弄钱 不是弄其他的东西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不过人家妞娃 对我太好了 咱不送给人家 一些贵重的东西 那觉得心里不平衡 你做梦吧 以后你不能跟她再见面了 为啥 为啥 你以为人家雷子吃赶饭的 公司死了人 人家肯定调查 这调查我成品主 你在甲剧城 晃到我几天 味道造的刘海 这是 甲剧城你是欺负城 老师 成品主跟你是相好 他这是你媳妇 你妈 这一辈子你也在宝相见了 咱俩又不是一天亮的 再审人家这个女娃 你在外头出头的思想太多了 舍不定哪个思想 这种雷子把你救出来 知道吗 一个女人 跟你混得这么深 舍机实话 格林尔 照着提前把他杀了 我看 黄晓在显示是带不成了 该画的样子 这 刚刚做你 用不着做 就三年 我再逛走一条国道上 就用我自知受想 杀了个司机 隔边的照着船的模样 那都没跑 就在路边我旅馆里住下来 那从楼上 看着我好警察在那忙 又是烟死了杀了的 那都没着 农了凭酒一火 一交飞到大天亮 关键是看着蛋挣不挣 咱还得想办法 再弄些自弹 再干一次 这马上躲弄些钱 完了搭货一块做 到游暖去卖抢 一人闹一把 最后又宠逢抢 到我时候 看谁怕谁 案发的第二天 针对案犯作案 肯定有内应的思路 专案组前往西大街家居城 对这里所有的员工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这两个片又没有明显照 对啊 这边这四个片下 这四个片下 来吧你片子带线回去 这个情况随便比较 比较比较 这一阵有没有 这四个片 这四个片 嗯 那两个片 挺好的 其他片子的 这就要几乎了 这两个片子 没有什么 这座特别频繁的那种人 感觉也丢了 没什么 这几情况我刚才也不太清楚 嗯 因为这里边员工里边 City来往人家比较 胡思亏 我们这儿的志愿City 这个在身上拉扯 比较大一点 好像没谁 陈炳珠的男朋友 前一阵老来 谁 陈炳珠 陈炳珠 嗯 可能没有交叉 不知道 嗯 老板娘 接着陈炳珠 陈炳珠 陈炳珠 你都告诉我谁的 我谁都没说 真的 我真的谁都没说 要是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调查 那有人说是你 那是他们胡说的 他们看我好欺负 就陷害我 我跟你说啊 陈炳珠 我们也不是校学生 你们想想这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能把你交到这来 而你们其他的人 怎么在你单位谈的 那希望你能把这其中的道理 见了 相信住 那么没有把握 都不会把你交到这里来 那希望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其实在这事情上 你也不用害怕 但是这个事情的责任 与你有没有关系 现在就趋劲于你的态度了 你能把事情谈醒住 才能证明你的情报 我只给我男朋友说过 你男朋友叫他 赵瓶 他是武警刚复员的 正准备等安置办给分配工作呢 你见过他的复养症吗 没有 你俩是责任的 是通过空中热线的栏目认识的 就是广播电台 每天晚上播的悄悄话栏目 这个栏目观众都可以参加 如果想交友的话 就可以把电话号码留在电台 他就通过我留的号码 跟我打的电话 刚开始 我们只是打打电话 可后来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也挺幽默的 而且懂得也挺多 所以 我们就见了一次面 就这样认识了 拿你过来 把这个照片看一下 私自的 不是 能看见 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是不是 对 还有这张 这个 就是他 就是他 照片 嗯 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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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露宾一下 给你 照片我假的啥地方 我听他说 他父母是新城区委的干部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家 那你俩平时在南西里 他每次都到公司来接我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去我家 他去过你家 去过很多次 这两天他远你了没有 没有 为啥没有 我也觉得奇怪 以前他每天来接单位接我的时候都非常准时 可自从单位出事了之后 就再也不见他人影了 我昨天晚上给他打了几遍窗户 可他一遍都没回 嗯 本来我打算今天去他父母单位 问问情况 好嘞 保护嘞 嗯 好好配合我们工作 尽快把文琪告清楚 你现在马上回公司 继续给他打窗户 那他要是不给我回怎么办 嗯 继续打 一直往下打 同志 嗯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你说 这件事 请你们千万不要给我父母说 嗯 我爸爸有心脏病 我妈有高血压 要是他们知道这事 被气得住院不可 你现在保护了 我跟你说 先回公司对吧 这个事情我们都能打赢 由于二二三入室持枪杀人案 和前三案并案 而黄欣再次出现在事件当中 他与陈品珠交往 目的性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了解老板郭潮的情况 所以黄欣参与作案的事实非常明显 找到黄欣已成为本案告破的关键 因此刘刚祖再次来到了浮华钢厂 leen过来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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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илось 误会 能听到是 神迟 是 那 20 我从在黑道上认识人家都 无人干涉我 算了我床这都要放这么东 长长 黄昕那个七千五块那个存者先生呢 存者还在我个会计室里保险柜里索成 好好 把这个再放后 不管谁黄昕还是黄昕叫人来去 你都跟我打个电话 没问题 黄昕是不是放三安了吧 你聊那个情况 正常聊那个情况 肯定是黄安吧 你咱能拿平台衣服什么呀 犯话 我家伙一直在社会上破 人世的女娃也不少 人世的女娃不少 那我你黄昕这段时间没有回来 我又没有女娃来信她 因为我有几个女娃来找她 应该 具体三次 大概是整个十五年前后吧 有三个女娃一口来找她 喘得胡哩哗哨的 来了以后黄昕见人 对了那边还放个条子 来说黄昕回来了以后 给她打个手机 手机手机手机 手机手机 我留几次 做这三个女娃一口 做这三个女娃一口 嗯 做这时候留了条子 所以黄昕回来 给她打个手机手机 对 行了 那我过去 啊 好 三次饭了 好好好 魔族是个央族 一个女人 用得着我们上去 走 根据来找黄昕的小姐 留下的手机号码 刘刚和张伟 立即前往电信局 查询机主 经查询得知 机主教田仓慧 是本市 宏达装修公司的经理 谢谢啊 当天下午 刘刚和张伟 赶往环城北路 宏达装修公司 见到了田仓慧 田经理 这回来说了解 你这个 受计这个 私用情况 希望你好好配合 实际求是 咱们把问题讲一下 行 对吧 行 那你问的是 到底是哪一部受计 你一共有几部受计 我前年后 我一共有四部受计 别人拿出来散播 我自己有一部 留着自己用 你这 接触这几个受计 有没有 严重效果用 又一个女娃拿走了一部 做啥名 叫周红颜 干啥的 是个大学生 那的学校的 喜华大学 中文系的 你跟周红颜 在这 哎呀 周红颜 重效子 周红颜 重效在一个院子 看着长大的 和他父母关系特别好 我阿子玩了 教熟你 前年 要跟你说啊 我们公安局查识事情很重要 我希望你实话实说 在这问题上 可不敢说假话 对自己硕实话 法律责任 咱公安局官 能到你这来 调查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对你这个事情 根本都比较情愫一点 希望在这个思费问题上 要如实将 对不对 哎呀 实在对不起 刚才确实莫射实话 那可这女娃 实际上是在 救把人 这女娃子 得一天上课 晚上在救把坐台 那我就知道 你是救把人 是 她是那个救把 佩雷救把 哎 那我问你啊 你认识一个 不认识一个 叫个黄新 不认识 或者叫 赵平 不认识 你好好想 好好回忆 确实不认识 晚上 刘刚和张伟 根据田仓会提供的情况 在飞林酒吧 找到了坐台小姐 赵红燕 臭的 哼 全是盖过来 杀得又好 你还想人 叫赵红燕 不是 你不是 那四鱼八处去 什么事儿吗 找你点这个字 我可可卖你啊 我说你没 是啊 找你点这个字 你先把衣服上 我们这个时候 好不好 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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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应该都吃上吃 好不 嗯 走 马上走上吃上吃 对 赵婚姻 我问你个事 你这是黄显吗 认识 最近见过她没有 见过 昨天晚上见过一面 你就是23号 本来我们俩有一个多月没见了 然后我还去过福华钢厂找过她 上个礼拜六她突然来找我了 说她最近没啥事 她找我偏了 一百六 二十一号 本来两点多钟 我下班要回学校 她说要我去她住的地方看录像 我们俩就去了 她让我住在她那 但我得回学校 她就帮我送回学校去了 她送你来干三 骗三 她说是来给我还手机了 你只要受益是啥回事 还受益是啥回事 我们俩分手的时候 她说她有一笔生意要做 想借我的手机 只用一两天 用完以后就还给我 我想这也没啥就借给她了 没蹬了小路拐来拐去的 我也不知道啥地方了 那她打出这个 就跟十一号说去啥地方了 她是说的 我那天都喝点酒 脑子也没记住 那你应该对党师到那儿去 这个走的这个道路 党师的环境 应该清楚这个事情 只记得我们刚开始走的是大马路 然后走着走着 就拐到那个没路灯 小马路拐来拐去的 最后我也不太清楚了 那党师的道路 后来到这个地方 周围的环境应该可能记起来 我们反正去那地方吧 都是农民房 然后到了一个院子 院子也不大 还是个小二层 那个大门是红色的 好像还挂了两个破冬了 门上还贴了两个抱符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我现在开车车 你分着原来的那个路走一走 你回忆哈 撕着把它走啊 走我看它在那儿住着 我害怕找不到啊 你不要害怕 一起来跟他一块 撕着坐啊 撕着坐 对不对 哦 再坐啊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我来一条两个费 对 挺好的 整个泡沫吃了 有点险 啊 我泡沫难吃得很 嗯 不如老马的 哎 黄显 黄显 我说 你又不在物停 又不在上哪儿 前两天成事 还弄了个散开 还跟人家弹起干枪的 最后 人家弹都没收 我觉得最假的 太坦了 以后非出自而不可 不会吧 我也不杀 不缺点 我弄弄得给你 发钱的 用过船子 用过菜 吃着要腐蚀 嗯 你说你生日子胡耍开 嗯 往前没有胡说 咱有坏事 就得坏在这松身上 过两天把这松干掉算了 我找得应该收拾他 吃着要海丝 哎 你俩三十靠肉了 哎 没有不吃 我也不吃 你刚才散了物多了 怎么喝散了 现在像吃的我来 要不给你扫着扫 有没有 嗯 没有 没有 那你弄点算了 下宝 你信你 下宝 下宝 稍等下把他擦滑了 看着这都不分了 吃着要腐蚀 嗯 现在大宗 嗯 向北 向北啊 他也没说啥 他说看完生意后请我吃饭 我还问他你啥生意这么高兴 他说卖人肉高兴 卖人肉高兴 现在走 向东莞 向东莞 然后翻车 满汗 具体的呗 记不太清楚 路边的京主舞的事 你看 还是防止 防止 放下 再往 Ass Bq 你现在看这几个路口往哪关 都像 这张仙山怪的又怪回来 看你这女子两个路都记不清 还是往前 还是往下走 这个以后又怪回来 谁记得 你好好笑 电话起来 听不话 小姐好 你一共期待 三个人 你还想 电话起来 不打开了 撒点丝 一把丝 真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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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好处都没有 现在在 我还你在 安适的 在守什么呀 你行 我找他去 操伤你操伤 你只这样去 这还不送人家受气 你现在跟着一个往墙 我从来梦的 现在两个都不相信 反正咱俩带的外 比较违线的 实在有负责 要不然你各家香港全地方 我让我做你 咱俩 师父 你帮我拉进来 你以后都弄得杀死我 你这会浓民意识太浓了 前两天 是个网上的耳片 是在日后 应该到大城市 大城市 再到伤害 还不是一样是浓民吗 还会有现在 伤害 不适合在后场 是什么热气 就是别加急 你不惯状的 你先走 这种时候喝汗了 什么都弄得 什么心还带不上来 好点吧 多谢了 谢谢 先生 经过一夜的奔波 无论刘刚和张伟如何启发 赵红艳始终没能回忆起 黄新的住所 万般无奈 刘刚只好放弃这一努力 同时梁伟和刘洪阳 在家具城让陈品珠 不断地给黄新打传呼 再大一遍 前面中 再大一遍 您好 请呼吓831-290 电话是734-9875 按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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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